火焰巨人高百米,周身火焰熊熊,全是大盗之火 他不是普通的巨人,而是来自火之大盗,又被称为大盗战灵 大盗战灵是由大盗之力的精华凝聚而成,拥有惊人战力 这也是少数顶尖的道尊九径强者的代表 只有极少数真正走到巅峰的道尊九径才能召唤出大盗战灵 焰道明显还不够格,可是他依靠着身上的这件火焰铠甲 硬生生召唤出了大盗战灵 在大盗战灵出现的同时,焰道冰冷的声音响起,你们还差得远 此时焰北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他自然知道大盗战灵,也知道大盗战灵意味着什么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焰道竟然能召唤出大盗战灵 怎么办,焰北语气中带着些许慌张 黑光笼罩着的黑衣人低声道,不二五灵用惊慌 他只是借助法宝召唤出来的大盗战灵,维持不了多久 而且,你不是掌握着时间大盗吗?用你的时间大盗干扰他 焰北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我的时间大盗,可能力量不够 黑衣人道,够不够,都要试一下 如果不行,不是我还我吗? 事到如今,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大盗战灵已经咆哮着冲过来,以他的速度瞬息极致 焰北伸手,猛地从背后拔下一把羽毛 羽毛拔下来的那一刻,焰北的表情无比痛苦,甚至有些争鸣 正常来说,肉身上的疼痛不至于如此 能让焰北这样一位道尊八尽强者痛苦致此的 说明这份痛苦,来自灵魂 这几个羽毛很特殊,与焰北身上其他部位的羽毛不太一样 林墨宇从羽毛中感受到了时间大盗的力量 他忽然有了一些猜测,焰北并没有掌握时间大盗 而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他拥有了借用部分时间大盗的能力 这种能力,就在他的羽毛里,没有这些羽毛,他就没有时间大盗 在林墨宇的猜测里,这些特殊的羽毛就好比一件时间大盗类的法宝 焰北必须借助它们,才能借用时间大盗的力量 焰北手中的羽毛被激活,随后化作灰飞 时间大盗在灰烬中浮现,只不过有些微弱 时间之力挥洒而出,落在大盗占领之上 时间减缩 属于大盗占领的时间骤然变慢 大盗占领的速度也陡然下降 大盗占领开始了慢动作表演 速度至少比之前慢了几十倍 原本0.1秒可以做完的是,现在要数秒才行 大盗占领的速度虽然变慢 可是它对力量的需求并没有因此减弱 焰道依旧不断供应着庞大力量 以维持大盗占领的存在 它并不是顶尖的盗尊九径 而且只有灵魂,难以长时间提供力量 黑衣人此时再度抬起手,对着焰道重重握拳 轰轰轰 硕个独立空间同时爆裂 空间爆裂瞬间产生的巨大力量 全部落在了焰道身上 焰道闷哼一声,被炸得摇晃不止 可是它身上的火焰铠甲十分强大 硬生生挡住了攻击 看上去,黑衣人的攻击毫无作用 林墨宇透过亡灵之眼看到 黑衣人的攻击还是起了点作用 消耗了焰道很多灵魂力 这件火焰铠甲是一件极为强大的灵魂类法宝 可是想要驱使它,需要庞大力量 焰道若是拥有肉身 有修为境界为座支撑 可以长时间使用 但是现在,它仅有灵魂 靠着灵魂力驱使,又要维持大盗占领 灵魂力正在迅速消耗 确实撑不了太久 焰道怒吼一声,灵魂力疯狂爆发 受时间大盗影响的大盗占领 再次开始加速 焰被着急道,快想办法 我撑不了太久 它以时间大盗影响大盗占领 同样要消耗大把的力量 同样维持不了太多 大盗占领正在加速 时间大盗的效果正在减弱 用不了一会,大盗占领就能脱困而出 黑衣人默不作声,再次朝着焰道握拳 又是数座独立空间爆裂 强大的力量轰击在焰道身上 焰道全力催动身上的铠甲 抵挡着攻击 灵魂语能感觉到 焰道的灵魂力正在迅速下降 不过以它的力量,还能再坚持一回 大盗占领终于突破了时间大盗的限制 焰北口喷鲜血,面若精致 刚才仅仅几秒 它就耗尽灵魂力 不仅耗尽灵魂力 甚至还受到了一点反噬 受了些伤,大盗占领力量强大 它仅以道尊八镜之身 能影响数秒,已是难得 它没有真正掌握时间大盗 只是因为某些特殊原因 拥有了一部分驱使时间大盗的能力 想借此困住大盗占领 是不可能 焰北声音变得嘶哑 我到极限了 说话间,大盗占领来到二人面前 一拳轰了下来 面对大盗占领 闪避是没用的 大盗占领自带着大盗锁敌 一旦被锁定 除非能斩断大盗 否则不可能避开 黑衣人和焰北明显都不会 黑衣人面对大盗占领 同样一拳轰出 刹那间 黑光冲天 整个密藏空间都在轰鸣 黑衣人引动了整座密藏空间的力量 刹那间大大小小超过十座空间爆裂 力量全部集中在它这一拳上 在大盗占领的拳风之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黑洞 黑洞中恐怖的力量涌出 与大盗占领的碰撞投撞在一起 朴实无华的碰撞 纯粹力量的较量 哄 黑衣人和焰北同时被震飞 大盗占领的力量完胜 不过黑衣人也借此 消磨了大盗占领的一部分力量 只是被震飞 而不至于受伤 战斗鱼波向外扩散 密藏空间扭曲起来 整个空间都像海浪一样 荡起无数涟漪 正在吃瓜的淋漠与健壮 身体同样开始扭曲 变得半虚半实 它动用空间0.5大盗真身 就像是一条鱼一样 随着空间扭曲荡起的波浪扭动 空间的变化 对它毫无影响 就连裂空杀阵也是没有影响 原本裂空杀阵 就是空间类阵法 并不会受到影响 厄运大阵是虚幻类大阵 虽然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还不至于破碎 可以说 这次碰撞 对林墨宇这边 没有任何影响 大盗占领张口发出咆哮 一团烈焰 轰然朝着黑衣人喷出 黑衣人抬手 先是朝着焰道一握 随后另一只手又拿出一件法宝扔了出去 法宝壮如雪花 在扔出后 雪花迅速变大 空气骤然变得寒冷无比 接着一只通体淡然的大蜥蜴 从雪花中飞出 冲向大道占领 蜥所过之处 空间被冻结 裂空杀阵停止运转 就连大道之火都被冻结 可怕的寒意在空间中蔓延 这只寒冰蜥蜴无比可怕 林墨宇第一时间想到了 被赤焰神鹰族灭掉的寒冰摩西族 眼前的寒冰蜥蜴和寒冰摩西族何等相似 不过想想又不对 当年寒冰摩西族若是有此等法宝 又怎么会被灭 靠着他 完全轰碎十万火山大阵 验到此时也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 寒冰摩西族灵 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上 你是寒冰摩西族的人 黑衣人依旧不言不语 没有给验到任何答案 寒冰摩西族灵冲向大道占领 大道占领喷出的火焰 在接触寒冰摩西族灵的瞬间就被冻结 空中出现了一团团被冻住的火焰 画面微微壮观 寒冰摩西族灵冲破火焰 来到大道占领面前 一头撞了上去 哄 火与兵的力量发生碰撞 荡起恐怖余波 这一次 林默宇这位吃瓜群众也受到波及 被余波震飞 寒冰与火焰剧烈交锋 几乎要把整个密藏空间摧毁 林默宇看得出来 无论是厌食四道 还是黑衣人 此刻都很紧张 寒冰摩西族灵很强 但能不能胜过大道占领 不好说 林默宇趁机在《规则世界》里 对魂一发问 魂一族长 您知道寒冰摩西族灵吗 魂一道 知道 传说寒冰摩西族的始祖 因为一些原因深故 他死后留下了一只寒冰摩西族灵 据说这只祖灵无比强大 大到久境中无敌 可惜后来不知为何 这只祖灵消失了 没人知道去了哪里 若是这个祖灵还在的话 寒冰摩西族 估计不会被赤焰神鹰族绞杀 死的应该是赤焰神鹰族OM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不知道活了多少年的魂一族长 对很多事情都十分清楚 眼前 寒冰摩西祖灵 正和大到占领对抗 看着情况 双方似乎不相上下 艳道召唤来的大到占领 需要艳道用灵魂力维持 也不可能坚持太久 而寒冰摩西祖灵的力量 似乎也有极限 双方相持不下 最大的可能就是两败俱伤 艳道不断催动自己的灵魂力 为大到占领提供力量 大到占领火焰持续喷发 与寒冰摩西祖灵进行对抗 一场场可怕的冰火冲击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 林墨宇远远看着 感觉没什么意思 比起冰火密藏里的对抗 眼前的大到占领和寒冰摩西祖灵 差得有点多 冰火到时是真正大到镜宝物 它所产生的力量 远不是寒冰摩西祖灵和大到占领可比 见过更强的 再看它们就感觉没有太大意思 哄 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中 大到占领和寒冰摩西祖灵的战斗 终于分出胜负 正如林墨宇所想的一样 双方两败俱伤 大战道灵带着不甘消散 寒冰摩西祖灵也力量耗尽 重新变成一片雪花 回落到黑衣人手中 大到占领消散 意味着艳道的灵魂力几乎耗尽 再次握拳 密藏中的空间已经剩下不足半数 其中大部分都是弱小的独立空间 只有少数几个还算强大 这一次 黑衣人引爆了几乎所有的空间 对艳道发出最强一击 剩下的几十座独立空间同时爆裂 所有力量汇聚到一起 随后在艳道身上炸开 艳道全力催动铠甲 但这一次 它没有完全挡住 铠甲在爆发出最后的璀璨光芒后 瞬间隐去 艳道的灵魂力在这一场大战中 几乎耗尽 无法再维持铠甲 没了灵魂力 哪怕艳道还是道尊久境 也已经不足为惧 黑衣人低声道 你的力量耗尽了 接下来就准备等死吧 艳道虽然气量耗尽 气息微弱 可他的气势丝毫不弱 这里的空间也用光了 你不过是道尊八境 想杀本族长 还差得远 黑衣人轻哼一声 确实 以我本身的实力 想杀你确实有点麻烦 但是 说着 黑衣人手中出现了一束火苗 火苗很奇怪 没有温度 呈灰色 艳道微微一愣 随之大笑 本族长一伙入道 你竟然想拿火 来杀本族长 你是不是疯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 你试试就知道了 火苗突然在他手中消失不见 下一瞬 便来到了艳道身上 他是这片密藏的主人 可以掌控密藏里的空间 只拿打 原本还满不在乎的艳道 在接触到火苗的瞬间 猛地发出声声惨叫 火苗焚烧着他的灵魂 带来无边痛苦 艳道惨叫着 你这是什么火 为什么能烧伤本族长 黑衣人并没有回答 他不会告诉艳道答案 林墨宇却在心中说出了答案 焚尸之火 不 应该叫天罚之火 但是这朵火苗有些微弱 不如我的焚尸之火那么纯粹 充满杂质 就算它是天罚之火 也不可能这么博杂 应该是某个强者 用天罚之火进行炼制 里面只是蕴含了部分天罚之火的特性 虽然只有部分天罚之火的特性 也是针对灵魂最好的攻击手段 艳道在天罚之火的焚烧下 惨叫不止 仅存不多的灵魂力 也正在被天罚之火炼化 眼看着艳道已无抵抗之力 黑衣人似乎也有些放松下来 最开心的是艳北 只有艳道死了 他才能活 就在黑衣人唯有放松之下 艳道消失不见 下一瞬出现时 已在黑衣人面前 此时的艳道施展大道真身 变成了一只百米雄鹰 他没有肉身 以灵魂演化大道真身 体型只达百米 否则以他的境界 大道真身应有数千米 甚至上万米 在黑衣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前 艳道所化的大道真身 轰然爆裂 他自爆了大道真身 道尊久境的大道真身自爆 那威力有多恐怖 强大的力量 彻底这座密藏撕裂 当爆炸结束时 林墨宇已经回到了本源大陆 原本所在的山谷 已经被撕成了碎片 这一次裂空大阵和厄运大阵 都没有未免 密藏被撕碎 空间崩裂 连带着他布置的两座大阵 同时被毁灭 唉 看戏也是有代价的 幸好 这个代价 我还付得起 两座在大阵而已 林墨宇丝毫不心疼 他飞到半空 朝着远处看去 黑衣人和燕北落在地上 燕北已经昏迷不醒 没死 但也只剩一口气 黑衣人稍好点 可也受了重创 黑光只能笼罩他自己 护不住燕北 如果没有黑光保护 他估计也不会比燕北好多少 燕道就这么自爆了 林墨宇觉得不可能 王林只眼开启 朝着远方看去 不禁露出一丝微笑